一度吃烂的瑞穗香火化厂炉具太旧换新计划工程 在前任乡长陈静光最后卸任前再重启争取 也成为瑞穗香待会28号 其一连三天临时会中关注的焦点 在乡长吴万德以及施工厂商共同召开说明会 针对代表关切的空污防制、炉具围管等议题详尽说明 同时也顺利动工施作 一台是民国88年装置、一台是民国89年装置 其实用到今年已经用了23年装置 对这箱火化厂炉具设备将近23年 早已超过十余年限要进行太除 尤其空污防制设施成效不佳 超过环保空污标准而经常受罚 因此原本早在110年旧药太除换新 不料香工所却临时喊咖 不仅香带会就连地方也哗然 时任乡长在最后卸任前又再度重启争取 因此这一次准备动工 香带会高度关注 我们不要用PVC的东西 尽量我们在棺木的时候 我们来要求改善它的材质 在操作这个炉具的时候 是不是当时有点不对 或是放油多少跟它的燃料的燃烧的度数 那这个操作上是不是有遗例有错误 造成我们这个燃烧炉具 这个里面的设施设备产生一些 因为操作不对 所以它的炉具的板固期或是它使用期限 而缩短的问题这样子 因为操作人员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请代表我们放心 就是说我们在完成这个炉具的时候 我们会支持一个教育训练 我们会把我们的操作人员把它交会 测案后又再度重新争取的活化厂 炉具及集成器空屋防制设施 太旧换新计划工程 接任乡长吴万德积极推动 28号与施工厂商共同召开开工说明会 像代表我们关切新炉具公用与效能 保固期后续炉具围管使用 以及施工期程等等的议题 施工结束之后 它大概多几 reduce 它费用大概多几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我放5¥到7次 那那这个烟 economic部分 可以做起 所以我们定期都会派人 像我们瑞瑞 所以我们我们目前专案负责员 所安排的时间大概 大概是六至八个月左右 去做一个引导的一个亲民 面对乡代表们的关注 施工厂商也足以说明 也强调活化炉具 电脑移控侦测 乃至于活化厂人员 技术训练等等都全面包办 乡长吴万德对于后续 活化厂设施设备的管理 与维护业挂保证 不仅是要让乡代表们放心 也要让乡亲民众安心 之前他们是讲说 就停止使用 我们现在有新的乳 是讲说尽量不要 装了塑膠的东西 我们的衣服 塑膠我们都不要放下去 把我们的收命 補更长 乡民一致希望赶快 的那个 工程 热水箱所会 以及施工厂商 共同焚香击败后 乡长吴万德 向代会主席罗文腾 两人拿着榔头 王舅 炉具敲下 热水箱火化厂设施设备 太舅更新工程也正式动工 赤资2000多万元的 热水箱火葬厂设施设备 太舅更新工程也正式动工 若没有问题 预计在今年8月份完工启用 而施工期间 瑞瑞火化厂也暂停服务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